他是中国唯一一个获得大满贯的影帝 他是中国唯一一个获得大满贯的影帝 也被称为最贵的演员 也是三百多位明星口中最想合作的人 因为眼活了焦玉璐受到大家的好评 后来又因为饰演了宋江被骂了二十多年 从业四十年 李雪健获得了33次影帝 也是国内唯一一个大满贯获得者 他站在领奖台上时 身体虽然不是那么伟岸 而台下的明星全都眼含热烈的起身为他鼓掌 他凭什么能被人如此追捧 在李雪健能出演 《流浪地球2》让网友意见很大 因为在电影里李雪健老师用了原声 但癌症的后遗症导致 李雪健老师说话让人实在听不清 以前李雪健老师的台词铿腔有力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那江湖是人情是货 而现在他的嗓子变成了这样 此时李雪健老师的嗓子 已经不能用嘶哑形容 如果没有字幕 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网友之所以对李雪健老师有意见 并不是因为他的嗓子 而是因为他太敬业拍摄电影时 为了呈现出最完美的场面 李雪健老师在零下的深冬中 一遍又一遍地拍摄淋浴戏 虽然整个头发还在滴水 但是当导演问到时 李雪健老师依旧乐呵呵地表示 自己没问题 为了保持角色真实性 李雪健老师拒绝工作人员为他擦水 即便身子在打着哆嗦 李雪健依旧浑身湿漉漉地坐在一旁后场 看完他的演绎 才终于明白到底什么人才能撑得上演员二字 短短20秒的鼓掌 李雪健老师演绎出了整整六种情绪变化 听到自己带领的团队 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 李雪健从激动克制 坚定再到自豪 如是重负 欣慰 全程只有一个动作 没有一句台词 所有的戏都被李雪健放在了眼神里 看着节目组用心制作的道具 李雪健仅一声哀哑就表达出了满满的欣慰自豪 一位67岁的坏爱老人 一位拿走33次影帝的大满贯演员 李雪健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全体影视工作者的榜样 当被问到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出演电影时 虽然口齿不清 但李雪健老师依旧吭腔有力地回答道 我一直演到演不动为止 李雪健老师永远值得一张流浪地球二的电影票 到底谁才是内地的演技天花板 网友曾评出影视界演技舞爵 分别是张国立 陈宝国 陈道明 王志文 而李雪健则被网友称为舞爵之首 他的宋江让人恨不得把电视砸了 邵帅更是被无数网友誉为李雪健后财务张作霖 作为我国最贵的男演员 他出道40年获得了33次影帝 成为当之无愧的大满贯 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打破 和他一起入围后得奖的演员都不会为自己骄傲 更多的是羞愧 胡哥就曾在上台领奖前在李雪健耳边说了句受之有愧 胡君作为开奖嘉宾上台颁奖钱花了 整整三分钟时间致敬李雪健老师 并且获得全场嘉宾起立鼓掌 这个人就是我的榜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却说自己对不起观众 1990年李雪健拍摄了电影《交易录》 三毛钱一张的电影票 李雪健整整卖出去了一亿三千元 但是获得了这么大的荣誉 李雪健却在颁奖典礼上 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这句话就表明了李雪健的工作态度 不管获得多么大的荣誉 他最该感谢的还是这个角色本身 但在他拍的所有戏里 一个角色却让他感到万分羞愧 横宫出世里的冯将军是个战功赫赫的功勋科学家 战争年代所有将军都应该面容销售 但是拍这部戏之前有了些明确的李雪健 不小心把自己吃胖 因此在电影中冯将军看起来圆润一些 而这部电影也成了李雪健职业生涯中的耻辱 为了严好交易录 他能一个月只吃大白菜 暴瘦20斤 而冯将军因为太胖 李雪健觉得自己永远对不起观众 我也觉得就因为这个胖 我永远对不起观众 在大火期间还不停地有广告商找上门来 其中有人让李雪健穿着交易录的衣服 什么都不用干 仅仅站在那里就能到手好几千万 因为不想消费自己的角色 所以李雪健推掉了这个广告 但是他却接下了另一个润喉堂 为了营销广告商给他准备的台词时 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然而这句台词却成了李雪健说过最后悔的一句话 因为在搭错车中 李雪健饰演了一位哑巴父亲 全程却没有一句台词却能让人从头 哭到尾 然而这部戏的成功也证实了润喉堂的过度营销 因此当人们质问李雪健时 李雪健不知该如何回答 为了避免事端 李雪健之后再也没有接过任何广告 但将全身心都投入到演戏中的李雪健 却得到了老天的不公对待 活着不如死了好 太痛苦了 不知 2000年 李雪健查出患有鼻炎癌 确诊病情后的一个小时 他就和妻子在医院的走廊里吵了起来 妻子得到医生的指令 让李雪健赶紧到医院接受化疗 而李雪健却因为还在拍戏 公然和医院做抗争 一听说拍戏 还拍什么戏 不能拍戏 我说不 拍戏怎么办 钱也花了 部队的人员都调动起来了 你要不拍戏还不如死了呢 因为活了那戏没拍成 丢人丢死了 是当时李雪健正在拍摄中国轨道 进度已经完成了一半 如果现在禁院治疗 那无疑是给剧组带来了一个大麻烦 没办法 妻子只能和医院商量 李雪健上午在医院化疗 下午去剧组拍戏 但化疗带来的副作用是成人无法想象的 经常眩晕 里头这部分 烧坏了嘛 当时喝水都疼 喝水都咽不下去 尽管身体已经发出了严重预警 但李雪健给剧组提出的要求却是 把我的气往前提 我怕来不及 因此剧组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 李雪健在镜头前演 工作人员在镜头后哭 坚持了半年后 李雪健终于拍完了所有镜头 但此时他的头发 眉毛都已经掉光 说话也变得越来越费劲 李雪健见到镜子里自己的样子后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想放弃治疗 因为这样即便治好了 也不能继续拍戏 而不能拍戏还不如死了算了 这就是李雪健当时的真实想法 再加上话聊的痛苦 让李雪健血管都变黑 身体一动就眩晕呜吐 但此时导演田壮壮给李雪健写了封信 信中写满了观众对李雪健的期待 也回忆了李雪健创业时期的艰辛 而李雪健就靠信中这些话挺了下来 恢复了经济神的李雪健开始回归了大萤幕 回到观众面前 即便后遗症使他身体虚弱 口齿不清 但李雪健却给大家带来了一部又一部作品 这才是演员存在的真正意义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715娱乐 喜欢本期视频可以点个订阅 我们下期见